新加坡有个许哲居士 许哲居士今年已经108岁了 一直以修女身份从事慈善事业 后来皈依佛法 下面是2001年的录像资料 大家姐妹兄弟 我今晚很高兴来见你们 谢谢你们给我来 我们想老就是老 我们想年轻就是年轻 100多岁还是可以做很多东西 你觉得你脑筋不要想老 你不会老的 现在我暂时还是照顾很多 二十几个很穷很穷的老人家 为什么你不吃三餐呢 吃很多很多 为什么你不吃呢 一个人不需要吃那么多 因为习惯人家吃三次四次五次 其实很难费时间 同时你要去买东西 你要煮你要洗你要煮你要吃你要洗碗 这很多 所以要浪费很多时间 假如你自身的洗吃就算 那其他的时间可以看书啦 做有艺人的事情 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 不需要的 那晚餐有吃吗 晚餐吃些什么 晚餐有的时候 需要就吃一点酸奶 有的时候不需要就不要再吃 在你的心目中 什么叫做宗教 没有宗教 就是爱人的宗教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这种就是我的宗教 没有别的 不必戴眼镜 不必撞耳机 耳不聋 眼不滑 整天看书 晚上看到 有时看到几点呢 最初 两点三点 有个好看的就忘记睡觉 所以已经到了这个忘我警戒 所以师父说心清静 因为目前 今天我们是邀请老兄女来 也给大家知道 她心是多么的清静 她整天头脑是为众生 为大家服务 绝对没有一个我者 她自己 有一个姐姐 一个妹妹 一个弟弟 弟弟是个神父 姐姐是校长 妹妹校长 他们都往生了 她还在 她还整天起来 还在想做什么 目前她已经有十多所老人院 在南非啥 南非有没有 在哪里 在哪里老人院 在清水路 那边 大坡那边 还有外国呢 外国 外国就是 我忘记了 外国 印度也有 印度很多 有的时候寄东西到马来西亚 她说从来没有发脾气 如果发脾气 要多少天才能够进回呢 三天 假如发脾气一次 三天还是平静下来 那就很浪费时间 很浪费脑筋 那为什么你不发脾气 发脾气对你 对别人有什么不好吗 发脾气 伤害自己 伤害了生气的人 伤害你 假如你第三个人的话 这个人 这个人很坏 很坏 那第三个人也是 受你的影响 不好的 因为 生气 害自己 害别人 害很多人 然后病人 病人只有床上挖一个洞 放个面盆 一天 到达病历车 从来没有一个人洗 他去帮忙 他要给他薪水 他不拿 我不拿病人的钱 我拿来回就麻烦 他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你们看 钱在他不重要 所以他说 因为他做善事 那请问你这些衣服 是自己做的 还是买的 是在拉西兰拿出来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 把兰匯一分钱去买东西 因为我照顾的人很穷的 我一定要跟他一样 一样的穷的 这些东西都是 就是人家不要给我的 丢掉了我拿来 今天呢 师父要把皈依症送给他 来 他说要故意 师父说不必 你看 他有个爱 他说信仰是一个爱 永远言爱 是 这个送他 是好 存好心 做好话 行好事 做好人 他完全做到了 如果打分数了 他真的是满分 为什么 他答复好 我每一天跟一些穷人 最穷的人 跟他们在一起往来 我的生活要比他们好 我的心不安 这是人 不但自己心不安 这些穷人看得可怕 必须过他们同样的生活 这是佛说的 应于什么神 得度就献什么神 才能得到众生的欢喜 所以释迦牟尼佛 你看看 你看看 耶稣基督 穆罕默德 跟中国的空老夫子 都是过最低水平的物质生活 因为这个事情 苦人多 贫穷人多 必须跟大多数的人打成一遍 才能推动 适应贤的教育 这是那些人的一番苦心 壮举 ians 优优独播剧 优独播剧 民优独播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